一样的相亲会 让杨幂沈梦臣忍不住表白班长 却被调侃 装血干净再说 怪只能怪素颜的她们 眉梦却更加清理俊俏了吧 原来素颜美 也是可以借助一种高级化妆术的呀 杨幂前不久放出一张眉化眼妆的照片 年龄至少减了十岁 尤其是眉形 线条自然干净 根根分明 毫不寡淡 而回看《红楼梦》时的她 眉色十分浅淡 到了宫时 更是让人惊讶 原来她的眉毛中间是缺了一块的 直到一字眉大肆流行开来 大秘密的画风就变成 眉毛的宽度直比眼睛了 自此之后 中间缺陷的眉毛问题 竟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 一种比翼绒术更神奇的化妆术 半永久妆容 杨幂 更眉心的残缺 说拜拜 A卡指数 小说五分 咱们看赵了影 多年前还未出道时的照片 机灵的那一双 虽然灵动自然 但也不能跟现在的 炯炯有神相比 半永久妆容 就可以让眼皮 多一条隐形的美瞳线 银宝从不吝啬 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素颜照 所以银宝可以在 本来就拥有那双的金属上 藏一条美瞳线在眼皮里 即使素颜 也可以拥有自带高压的美目 赵玲 美目罪人 人更罪 A卡指数 九十九分 机灵女神唐嫣 那一身璀璨的精英华服 在多么红唇的点据下 显得更加灿烂 A小姐不禁发现 嘴唇绝对是堂堂的 多么利器了 不孝时饱满厚时 微孝时如月牙般恰到好处 卸掉唇膏也依旧饱满 这也是半永久妆容 能够做到的 也叫朴唇 可以让嘴唇素颜状态下 也饱满水润 所以唐嫣可以轻松教育 所有唇色 你还别不信 唐嫣嘴唇饱满 自信十足 A卡指数九十分